Easy推 可是这个肉刚好它的关联性呢 就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裂号会增加 OK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个这个对照表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对于九九尘码表部分 还不是那么的熟悉同学 可以再复习一下九九尘码表的做法 1乘1等于1 一直到9乘9等于81 不是用手动不是用手输入 而是用current跟ro两个函数 帮我们把它完成 万年例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一个口诀 他们都是这样 第一个先插入一个 我先在万年例这边 假如说我今天插入的是它的蓝 然后再加上后面就是它的倍数 那我通常的习惯是这样 它后面加的是它的倍数 因为第一列的时候 不会加上 那倍数是多少 因为有7蓝 所以是乘上7 所以习惯上是第一个 它预设 是在第一列的位置 所以先把它预设的位置 先把它剪掉 因为这一列里面 我不加上7的倍数 那因为要先 再乘 乘上7 所以特别注意 先刮弧起来 再乘上7 然后把它打勾之后 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 现在在第1列 所以第1列 减掉1之后 就0 0乘上7 那就是没有加 可是第2列的话呢 因为2加上 2加上 2减掉1的话 就是1 那乘上7 刚好就是1倍 那往下的话 刚好 2 刚好就3 3减掉1 2就2倍 再3倍 4倍 所以 它保有原来的colour位置 再加上倍数 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出来的话 向右应该不会变了 可是向下的话呢 放开 1到42 就是这种产生的 那其实如果你 这个概念清楚的话 再来理解什么 这个切割名字的话 应该就会比较简单的 因为 它实际上 概念上 蛮接近的 前面是指的它 就是说它的那个 初始的位置 就1到7 后面加的是它的倍数 OK 这个概念很重要 有些很多地方 你要把 这已经讲过了 OKOK 好 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 如果说 index 部分 如果套用这个关系 假如好了 上个礼拜有提到过 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把 上个礼拜提到的是 index 另外的话呢 最后还没提到有关 VBA部分 OK 那因为本来这个地方是希望各位可以 把那个VBA 自己去把它做出来 不过 这个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稍微再提一下有关那个 上个礼拜是讲到index 那实际上 在Excel里面呢 除了index 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函数 叫indirect 这个indirect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用那个 index 因为上个礼拜 好像是讲的是用那个 用index的方式来做啦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要把它改为indirect 那在这边的话呢 要怎么去做一个 改变 然后把 最后我要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把它实现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今天用的是 那个index 的话 index的函数 我需要的是 一个范围 再加上 哪一列 哪一栏 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用的 不是用index 而是用indirect 的话 这个地方 我怕各位对这个 函数熟不熟了 因为他用到的机会 非常的大 他跟index最大